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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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明镜 在自由的角度里面可以保留一些不同的意见 但是你究竟明不明瑜伽的思想究竟是怎样的呢 我想你要自己虚心点做一些功课看一些书 正如我记得在2019年我们的手足在社会运动里面 经常是指骂一些神憎鬼厌的人 那会怎样骂那些人呢? 又不做事又不读书 我觉得就骂得好 即是说你要做一个有用的人 做一个好的人 你第一件事不是自己 催眠自己说我代表正义 你什么蓝丝黄丝黑丝白丝都可以做这件事情 我想大家不需要太过研究得太过深入 有哪一个人 即是他不想自我催眠 说自己代表正义 他明明奸淫努力 他都觉得可以为自己解决 但问题就是说你一定要做事 做一些实事 和好好地读一些书 所以你如果不做事又不读书 你又凭什么说你自己是对的呢?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手足拿得好 所以你要批评这个瑜伽的精神 或者中国的传统文化 你都没有读到那些东西 你都不明白他说什么 那你又怎样去说他不对呢? 我在节目里面说过 这个瑜伽提出一件事叫做三达德 就是智人勇 不如今天就用这个例子 来说明一些 去解释一些现象 其实孟子就说过 在这个 有这样的说话 他说离柳之名 这个就是离柳篇 离柳之名 公书子之巧 不以规矩 不能成方言 方圆 sorry 思旷之冲 我要读得咬字要清楚一点 思旷之冲 聪明的冲 不以 六六不能正五音 为什么呢? 就是说思旷是一个 是一个音韵的专家 他未必一定是音乐家 但是他是一个 就是 调琴的专家 他对音乐很清楚 他是一个失明者 但是他的耳朵很敏锐 他是听到不同的音律 但是 他也要有一个 一个框架 就是那个六律 就是好像现在我们说 你去教琴 你也要有一支音叉的 如果你没有一支音叉 你怎么知道 你听得很准 你也没法把不同的频率 放在一起 然后肯定你是教对了 教对了琴 就是说有一个准则 这个离楼公书子 就是那些 像人 我们知道老班师傅 就是公书子 不以规矩 不能成方圆 其实中国古代 在这方面的技巧很发达 或者那些 我们可以叫做科技 但是不是科学 就是说你要有一些圆规 和三角尺 你才可以 找到那些 方形 和圆形 里面的那些比例 然后才能建立一间屋 或者画了一个图籍 是不是 所以你需要一些工具 其实瑜伽 是提供一个工具给你 所以我们用这个角度去看 所谓三达德 三达德它里面说什么呢 就是你的智慧 智慧是由知识建立出来 然后再去到高一个层次 变成智慧 英文可以叫做wisdom 而这个人呢 是你那种的compassion 和那种的善意 但是你是需要有一些东西 可以达到这个人的境界 我慢慢跟你说 勇呢 就是我们知道 就是有一种不怕死 有一种临危不乱 没有畏惧的 就是克服恐惧的一种能力 那我们为什么要再去分析呢 因为孔子跟我们说 他说 这个 好学近乎智 力行近乎人 知此近乎勇 其实你想清楚 这些东西究竟 是不是放诸四海阶准 以及会不会 是因为时间变了 譬如说 现在我们呢 是懂得上互联网 就没有了这些标准呢 或者以前用马车 现在用汽车 以前没有飞机 现在有飞机 就变了不是这样呢 其实这些东西跟科技 和生活的进步是没有关系的 是一种正确的心态 和一种工具 去令我们怎么做好一个人 那我们可以再解释一下 这个 好学呢 就好像刚才我说的 我们懂得骂那些人 那些黑蜜 是吧 就是 我们的手足 他们骂得很对 就说你不做事不读书 读书 就是好学咯 孔子也说过 他说 古之学者为己 金之学者为人 现在我们读书 是为人的 因为我们要考试 要毕业 要找份好功 但以前那些学的 是为了自己的嘛 是要增加自己辨别是非的能力 是增加自己的 认识的水平 所以其实这件事情 还需要怎么解读呢 至于说 历行近乎人呢 就是说 你说一些很美丽的说话 很动听的说话 卑天敏人 但是如果你言行不一 说一套做一套 那你不是真正的人者 所以你要用行动去证明 你是一个真正的人者 就是言行一致 说那套和做那套 要统一的 那我们其实 这样的要求是很低的 不需要是孔孟 不需要是瑜伽 所以就是说 瑜伽的这个很简单的精神 其实是永恒的 是放诸四海皆俊的 就是说 如果你要去批评孔子 孔子 或者任何一个 中国古代的思想家 例如你说 六九院黄阳明或者 黄泉山 谁都好 你就要看一下 他的言行是否一致 他会不会是一个偽善的人 那这些东西呢 是中国的事 中国的读书人呢 是很重视的 就是说 这个呢 其实就是西方的 integrity 这个观念 是一模一样的 至于说 知此近乎勇 我自己觉得 我的解读呢 是比较 是 我欣赏多过其他的一些学者 就是说 我记得 罗冠聪呢 在 2019年的 um 一次遮打花圆的聚会里面 说过一句说话 这位年轻人 他说 我们要有尊严这样生活 那这个呢 尊严就是一个 dignity 那就是说 其实 如果一个人 我觉得这句说话说得很好 说到我心里面 就是说 如果我们要做一个 活得有意义呢 不是说要赚了很多钱 然后很多功名利路 然后很多 手上有很多权力 而是说 我们觉得 我们做人是有尊严 这样 其实什么叫尊严呢 就是我们有一个羞耻之心 就是说 如果我投靠了 一些 骚髒 骚髒的人 然后走进了某些建制里面 即使我享尽 荣华 富贵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羞耻的 但是因为我们要有尊严的生活 以及我们不可以 就是 羞辱我们自己 所以有时候 我们会不顾自己的安危 牺牲自己的利益 这样去做一些事情 是表面上好像很不理性 因为好像差不多自杀式 这样去做 这件事情就是 其实 客观表现就是一种勇气 是不怕 将自己置于一个危险的境地 也不怕自己有任何利益上的损失 是吧 就是 这种这样的牺牲 去到最尽 就是 可能很多的人人知事 在过往的几千年 人类的历史里面 甚至 是 是 犧牲了自己的性命 这样 这样的行为 在欣赏他的人眼中 就叫做 勇敢的行为 但是 如果一个人 是不介意自己的尊严 或者 他没有羞恥之心的 那他实际上 真的不会做一个有勇气的人 是不是 他可能很凶残 可能会虐待 那些他看不过眼的人 可能为了利益 不择手段 杀人放火 但是 暴力不等于勇气 是不是 所以 我认为 知此近乎勇 就是这样的 而 我们知道 这句话里面 有两个字 是三次重复使用 这个就叫做 近乎 这个近乎 就是说 其实我们不能去到 三达德的最高境界 但是我们要向那个方向走 那就是说 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我们软弱的时候 但是 你要知道 你 高山养子 你所要求自己做的事情 不是 要有很多钱 有很多权 有很多享受 而是 你要 向着 这个达德的最高目标 那里走 这样 你就可以 造成一个近乎 近乎的境界 就是今天好 昨天 我今天 在这方面 我的勇气增强了 我 我对 我们的 手足 同伴 和我们的 我们的 同路人 那种的 互相体谅的人爱之心 是加强了 和我们的智慧累积增加了 可以更容易去判别这个是非 这个就是赵智人勇 就是这样 近乎三达德 我们看到 我分析过 巴勒斯坦 现在在加沙地带的所谓 哈马斯的恐怖组织 我们看看他有没有智 他没有 因为他 看到短暂有利可途 他就做了伊朗的马前卓 伊朗出钱出军火 或者那些军火是伊朗的另一个老友 在亚洲运给他的 那么 他就走去 冲在前面打了 那么 其实他的智慧在哪里呢 死就死他 是不是 不是死 他后面那些 人出钱 他出命的那些人 那么 这个就没有智慧了 至于他将那些 无辜的百姓 女士和小孩 捆绑在那些民居里面 然后就在那些地方去发射飞弹 等到他以为以色列是没有法子 可以用一些比较高的技术去定点攻击 这样呢 其实是一个不仁 的一个行为 至于 他们明明是将那些事实是歪曲 是不是 而在没有人挑衅的情况之下 是主动挑起一个新的矛盾 其实他也没有任何修护之心 就是说他是不智不仁不勇 还有他们没有法子判断到原来 现在以色列对他的那个对策呢 是在虚虚实实方面呢 是将他打到一败涂地 很简单 就是说 现在以色列呢 是用了一些新的科技 用一个我上次节目讲过的 叫做铁琼 就是铁琼 就是用一些新的防守式的导弹 是将那些飞弹 差不多全数击落 这样他是想不到的 还有以色列呢 就说 我会派出地面部队 吓到他鼻子都没用 但是怎么知道呢 以色列不是这样做 而是凶杂他的地道 还有将哈马斯的那些主佬的巢阅呢 是直接摧毁 但是在同一个时间呢 他打了电话去那些定点的目标呢 就叫那些人走了 他才炸那些地方 于是呢 就减低了那些无辜的人的伤亡 做完这些事情呢 其实就是一种智慧的表现 但是想不到人家会这样反击呢 是一种没有智慧的表现 所以呢 现在看下去呢 就是说 这个伊朗和那些阴谋家 在背后的鱼翼算盘呢 就打不響了 因为以色列在Donald Trump做总统的年代 已经和那些温和的阿拉伯国家 是达成了很多和解的协议 以及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 所以呢 其实呢 其实呢 这一件事 这个受控制的这个矛盾呢 在这个加沙地带里面呢 其实 哈马斯怎么撲那些火都不着 那这个呢 我们就可以用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呢 看下 为什么你没有智慧 没有人 没有人心 没有这个勇气 你做什么都不靓 因为你本身是没有一个正义在你背后的话呢 无论你有多少阴谋诡计呢 其实 嗯 最后呢 你成功的机会都是很微的 所以呢 其实这个就是我用现在的精神去解释 怎样在现代的 这个 就是 抗争的 国际的 战线里面 怎样可以得到成功 那你说以色列是不是大仁大义呢 我没有这么说过 我只不过说 相对地 你见到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 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的矛盾 其实是说一个很复杂 很长的时间的 很难用三言两语解得清楚 但是 因为以色列已经本身是一个现代的自由民主国家 他们是用文明去建设自己的社区 以及他们的教育 令到他们本身的人民 是会质疑政府的政策 所以 他们就真的比较近乎 近乎这三达德 所以呢 哈马斯打不赢以色列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我们是不需要故作惊人 去说一些很 就是说很挑动我们的情绪的说话 我们应该要踏实地去提高我们在各方面的水平 其实可能有很多人不喜欢听 但是其实我认为中国古代的智慧 是在今时今日的这个世界里面 仍然是有极大的作用 以及这些人类的智慧的结晶 其实是永恒的 那今天的时间 就差不多了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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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